我剛剛抖進來有點害羞 因為沒想到人那麼多 然後今天就還 雖然剛剛國慶大哥講得非常的長 可是其實我覺得介紹得非常的散漫 所以我想 重點非常的凌亂 好那其實我今天就是想 就跟各位分享一下 我在09年到 香港跟美國去看書店的一個旅程 然後我想因為時間不多 我就直接進入靠痛一口 是不是這邊的燈可以關掉 好其實 這個計畫其實是 課委會的主夢計畫 那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課委會的主夢計畫 有齁 對我覺得其實 那時候剛好是在我研究所 研究所看到念完的時候 所以因為我念的是台灣文學研究所 所以其實我自己對於 閱讀跟文學類的東西是比較有興趣 所以那時候其實 有在想 我身邊有一些朋友慢慢就是靠 以主夢計畫的方法 然後 就走到他們心裡面夢想的地方這樣 然後有些地方是比較遙遠的 因為你們也知道年輕人其實不是那麼有錢 所以其實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 很好的計畫 然後他可以資助年輕人在 如果你心裡面有一個想去的地方 然後你又沒有那麼多錢的時候 所以在座各位如果還沒有滿30歲 就可以申請這個計畫 可是好像今年已經有30歲以後的 的樣子 我不是很確定 那其實國內有幾個計畫 除了客會的主夢計畫之外 在那個銀門的流浪的計畫 也是有30歲以後的朋友可以申請 那我覺得其實它是一個很好的起源 就是說讓我去想 如果有這樣的一個機會 走這樣的一趟旅程 我會以什麼樣的主題去行走 那其實我不是第一次以主夢計畫 我在前一年 就是這個計畫是09年實行的 大概07年的時候 我有寫過一次 但是其實我沒有 我沒有錄取 因為那時候其實我希望做的是 到印度跟尼泊爾去看 他們的女神文化 那後來其實我覺得蠻好的 就是在09年的時候 我自己剛好那時候 有接觸到一些書店的部分 然後也包括閱讀了 中方林女士她寫的那個 書店風景那些 那個系列的書 所以那時候我就在想 剛好我在台南讀書嘛 因為我是成大的 那一年我最喜歡的一個書店 要關門的 它是在深耕書房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然後 其實心裡面就覺得還蠻 蠻想要 就是有意識到說 身為一個讀者 有意識到說 我喜歡的空間 或者說書店居然 好像慢慢出現了危機 因為那一年好像有了 不可他們也有經營上的問題這樣 所以就開始在想說 是不是有可能 就是以書店為一個主題 去看看這個世界上其他的書店這樣 所以 竹木計畫是一開始 我有這個旅程的一個機會 那 那時候 其實這個是我當時在提計畫的 一些片段 那 其實我覺得 也是點出說 這個計畫裡面 我自己身分的轉變 就是本來是從一個書店的閱讀者 可能跟各位一樣 非常喜歡 就是 看書啊 然後很純粹的享受閱讀的樂趣 這件事情 那 接下來就是超越了讀者這個身分 開始去想說 當你開始面對這個計畫 然後在想說 自己除了讀者這個身分之外 能做的 能夠更多嗎 所以就超越了讀者 這個 這樣子的一個身分 那 因為這個本來是一個 pop point 可是因為我堅持字體的關係 我就把它轉成PDF到 對 所以其實 嗯 在當時我的research裡面啊 其實就有談到說 其實全美 全美國的獨立書店 它就是 嗯 快速的縮減了 所以 包括以女性書店來 來作為主題的話 它其實就是 可以看到它的 縮減的那個數量 有這麼多 那其實這個 不只是 女性書店的問題啦 就是 獨立書店的問題 其實是 是一個全球的 全球性的問題 那 不僅在美國 在台灣也是一樣 所以就是開始 意識到這個問題 所以那時候就覺得說 既然在十年之內 可以倒了 那麼多間書店 然後 然後自己在生活當中的 的一些書店也慢慢的 面對到危機 那時候我就在想 我覺得這是一個 非走不可的旅程 因為 以一個很喜歡閱讀的人來說 就很希望說 可以再去多看一些 心中典型的一些書店 這樣子 所以那時候 就覺得 就決定了這趟旅程 對 那其實 因為書店真的是太多了 然後 我所 手邊所有的資料 還有考慮到語言的問題 所以那時候我選擇了美國 這樣 那美國的部分 因為其實 有一些先行研究 他們其實就有做一些 書店的一些介紹嘛 所以我覺得 那比較 我的主題比較能夠掌握 然後 所以我後來 因為我自己的論文 是在做 女性報導文學的研究 所以我就是想 去交代女性 女性主義這個議題 去 去決定我的旅程 然後 下面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其實 美國書店的 光是女性書店 它其實這個黑點點啊 就是 我標出它分佈的一個 州的位置 這樣子 所以其實可以看到 其實很怕整個 美國 它的50州裡面 其實都有 這樣 然後那時候 可是我只有三個月的時間 然後也只有 呃 金額也是有限 所以我必須要 一個路線出來 所以我就抓緊了 女性 女性書店的一個 主軸去規劃我的行程 那 當然我 我 我本來是 我就扣了一些 女性書店的脈絡啦 因為 呃 在台灣也有女性書店嘛 那其實在 當時的一個 女性主義書店報告 雙月刊 它其實是 美國的一家 女性書店 他們創辦的 那它其中就有 介紹到台灣的女書店 所以那時候 我覺得這個 這個Link很好 所以我就 以這個書店為主題 去 去行走 然後 呃 其實 後來 呃 除了美國之外啊 我自己決定的另外一個點 是香港 因為香港其實 呃 我自己 可能是我這個年代的人 對香港的 的東西 的文化有點清潔吧 因為 在我的印象當中 我一直覺得 呃 台灣的 在目前啊 台灣的 呃 國片還沒有那麼新奇 大家的台灣意識 還沒有那麼強烈的時候 在我們那個年代 其實很多 國片的概念 其實是來自港片這樣 所以 那時候其實 對香港其實就有一點想像 一直都很希望可以去 那 呃 當然在這個書店的觀察裡面啊 我 我選擇香港 除了情節之外 還有一個原因就是 因為香港其實他們 也跟我們一樣是使用版體字 是華文世界裡面一樣 跟我們使用 跟我們使用一樣的文字的一個 一個地方 那我覺得 呃 當然台灣跟香港之間的文化的 脈絡和關聯性 其實是往來非常的密切 所以那時候我就是 也找了香港的一些書店 那香港的書店比較特別的是啊 就他跟台灣的書店比起來 就比較辛苦一點 因為 香港的地實在太狹窄了 所以他們的書店大部分 租不起一樓的 一樓的店租 就付不起一樓的店租 因為 香港是一個商業密度 非常集中的一個空間 那他們通常就是 會從一樓的店 就倒了之後 就 因為他們的鋪租會一直上漲嘛 前幾年也有在炒樓的那個位置 然後 呃 一直上漲之後 書店就只好從一樓搬到二樓 再搬到三樓 所以他們的書店有可能 甚至搬到八樓 或十三樓的狀況 對 可是香港的樓啊 又沒有像台灣那麼多 就是有些他 他地區的樓沒有那麼 沒有電梯 所以其實 在三樓以上的書店 有些讀者就不會 不會去這樣 所以他們 就這個 這個情況 就把香港的書店 就稱為二樓書店這樣 或者是樓上書店 對 那 當時我其實 的想法就是 希望可以 就這段旅程 我希望可以 有一個 就是他 他其實起源非常的浪漫 但是 當然在 呃 這個 過程當中 你會 我也會看到一些 比較現實面的問題 那也包括他們 書店在經營方面的 問題啊 或者是說 呃 整個 圖書的 目前發展的機制是怎麼樣 受到什麼樣的衝擊 但是我覺得最終的還是希望 我覺得有一種 書的無政府主義的一個概念 就是說 我覺得 閱讀它其實不應該是被 被 排行榜 所推薦的 然後也不是 不是用幾點式的消費 可以來 來 來引導的 所以 當時我就是有這樣的想法這樣 對 所以 我覺得其實 書店 獨立書店這件事情它本身 是有一點 有一點嚴肅的啦 就是 對 那其實 當時我的想法就是 想要 做一些紀錄 就是目前僅存的一些書店這樣 好 然後我的旅程就開始了 那 嗯 其實 我覺得我自己的行走的方法 就是 我自己比較不喜歡 太電子類的東西 我可能 有點老 就是老派吧 就是不太喜歡 呃 太數位化的東西 所以其實我的 我的旅行的 方式 就比較 比較 像我的地圖其實是用 去圖書館印價 然後我自己會去 畫那個 地區啊 然後標誌這樣子 然後 我的方式也像都是 背著背包 然後大背包 然後帶著一本很厚的旅行 就是旅行書這樣 對我來說 其實它是一個 一種方式的 實現啦 白陽帝嗎 白陽帝嗎 對 原來走路 為什麼 也是夢想計畫 太早了 太早了這個 它也有一百萬的夢想計畫 好 那 對 就先抬一下獨立書店是什麼 好了 其實因為其實 以獨立書店這個主題啊 來進入的時候 其實很多人都會問說 那什麼是獨立書店 因為其實這個名字不是一個 它沒有一個很嚴格的 很嚴格的定義上的 的論述啦 那其實 後來我查去一些資料跟 找到一個比較中間的說法 就是說 相較於 以商業取向為考量的連鎖店 其實獨立書店它在價格 或者是它特有的一些精神的在地性 它它本身的存在 它其實就有一些 有一些性質 例如說它其實是跟主流比較有區別的 那 它可能比較支持邊緣的東西 那當然有可能它是談議題的 那 當然就有可能它是比較小眾的 這是一個簡單的區分這樣子 對 然後呢 呃 我的第一站就是到了 舊金山 美國的舊金山 那 舊金山它的 城市之光書店 其實是非常有名的 在當地 那其實我覺得它很 這個書店其實很重要的就是說 它在 呃 美國當時他們有一個新的 新的思潮出現的時候 它其實扮演的角色除了 除了它像這個 就是那個思潮的一些禁書啊 就公開在它的書店販售之外 他們還出版 他認同了那個 前衛的詩人的書 所以這個出版商 他曾經因為出版了一個就是 呃 當時政府所禁止的禁書而被 被捕入獄這樣子 那其實這個 這個 城市之光的歷史啊 和它有這樣的一個過程 這個主人的對抗 對抗或者說 呃 它比較堅持這個出版自由 跟思想自由的這樣的一個精神 其實就在當地 呃 形成了一個蠻重要的一個思想的地標 這樣子 那 在後來其實我到舊金山的時候 因為其實舊金山是一個 還蠻典型的旅遊勝地這樣 那 我那時候到他的 呃 旅客服務中心去問這間書店 在哪裡的時候 其實舊金山人 就是 其實 其實跟我接洽是一個黑人老太太 然後他就覺得 呃 面對很多旅客的個 各式各樣的地景的問題 當他聽到我問的是 城市之光書店的時候 他非常的開心 他就用英文跟我說 如果你問的是 如果你想要來這家書店 那你一定是想要認識真正的舊金山 對 然後我就覺得 很開心 然後他就說 That's my book store 就很興奮的說 那是我的書店 其實他意思不是說 是他的 他 擁有那間書店 而是說 其實對 可能對每個愛說的人 心裡面你都會有一個 心目中 覺得 很有歸屬感 然後很喜歡的那間書店 然後 很有認同感的那間書店 對 那那個 我覺得從那個老太太的眼中 就可以感覺到 他 就舊金山有這座書店 所以我覺得他是一個 就是除了 當時我第一個想要去的地方 因為他 當然他就被稱為 就是文學朝聖者的賣家 這樣 所以我就覺得 應該要去朝拜一下之外 其實 在一座城市裡面的 居民喔 他可以以 一家書店 用這麼光榮的一個語氣 談起 我覺得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 文化地標 很成功這樣 對 對 那其實 呃 在書店裡面阿 我 因為我這次去美國的時候 我大概 拜訪了五十幾家書店 就是自己有 簡單的對談和訪談 大概五十幾家 那我其實就 後來 因為書店一直看 一直看 其實會有點麻木 因為我到任何一個城市 就是 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找書店這樣 然後 已經到了同行者 就是 其實我是一個人去的嘛 可是你到的城市 通常我會 我會選擇 住在背包客站或什麼 那每個人其實大家都會 呃 有一些背包客 他們都會約說 欸我們可以去哪個景點 看看或幹嘛 可是沒有人要跟我的行程 因為我就是 每個城市都是在書店 書店書店這樣 然後 後來其實就 自己就是 看久了之後 除了 每一次進到書店都會見獵欣喜 就想要把 書架上的書搜刮回家之外 後來就開始 覺得說 欸不行 因為 我剛剛說了嘛 我們要從真的在閱讀的人 超越這個讀者的身份 變成 變成一個你可以真正比較客觀的看到 例如說說這個書店經營的面向啊 或者是說 它安排的空間的特質是什麼 然後或者說它選書的方向 這樣子的一個 這樣子的另外一個眼光和腳步去看 所以我後來就把 我回來之後 我後來就是把一些觀察點放在說 書店它的一些 呃特質是什麼這樣 那 其實後來我發現獨立書店啊 它可以分成 好有 有好幾個 其實獨立書店的面貌非常的多一樣 當然它有一些 呃 統一性 例如說 其實它是一個 有主題的獨立書店 或者說它是以社區型的獨立書店 它其實有它自己存在的一個 一個淺規則 就是一個小小的歸類這樣子 那我就想說介紹 跟大家介紹的這幾個是 以主題為主的獨立書店 那他們當然以主題性為主的書店 他們就是比較專業化的取向這樣 那其實這個 以主題為主的書店齁 其實它有一些特質 例如說它可能會跟一些社會運動結合 那例如我剛剛 呃 剛剛講的那個 那個城市之光書店 它其實 當然我剛剛說的嘛 它其實就在有一種 它會思想自由的這樣的一個特質 但是後來 在就近在另外一個區 就是有一個叫 Castro-Castro區 它是一個統治區 它就有一家叫 不同之光書店 那這個不同之光書店 我覺得它其實有點對應那個 城市之光的書店 它就是用這樣的名字啊 其實它就等於是在 呃 這個Castro區的一個代表座這樣子 那其實 可以看的到 就是不同之光書店 它就是一個統治書店這樣子 你可以看的到 當時呢 其實 呃 比較 當時美國他們還在談的一個議題 就是 統治婚姻的合法化的問題 所以它的書店其實就 一開始我就可以看到它的主張 就是 它支持 呃 婚姻的自由 不管是跟男生女生 或者是 bisexual之類的 對 那其實可以看到 呃 書店裡面的陳設啊 是 掛滿彩虹旗啦 因為其實彩虹旗就是 同治的意思嘛 所以在 在那個Castro區 其實 到處都可以看到 彩虹旗的漂亮這樣 那我覺得他們 這間書店的選書 其實也還 當然就是會 以同治這個議題來為主去圍繞 所以我 其實主題式的書店 有一個特點就是它可能會跟社會運動的脈絡結合 例如說它可能是女性書店 或者是同治書店 就是類似這樣子 它其實呃 有這樣的一個議題性存在 那呃 其實在 在 在舊殷山區 就是 卡斯楚社區裡面 就 到處都可以看到街頭藝人 他們就是 扮成耶穌的樣子 然後 其實就是一個表演 可是我覺得它其實是在 其實在 就是我覺得他們的 身體的前衛跟自由的程度 其實就在談 就是好像開啟人 對 你對身體的概念 或者說 性別的概念 這樣 到處都可以看得到 然後那一年剛好是在 就是 試驗派演的那個 Samuel的電影 上 就是 上市嗎 好像 反正就是那時候剛好上映 然後 就剛好那時候我在Castro去 所以其實 呃 滿街都是這個海報這樣 對 然後呢 呃 再來介紹的是西雅圖的 左岸書店 呃 因為我的行程是從西岸 美系開始 我走的 走的範圍是從 我走的幾個比較重要 然後重要幾個點的城市 是從舊金山開始 然後到 西雅圖 然後到西雅圖 波特蘭 然後到美中 就是芝加哥 再來到 美西 對 東 就到紐約 呃 波士頓 然後 再往南一點點 是亞特蘭大 就大概這幾個大城市這樣 那 呃 對 那所以西雅圖也是在美國的西邊的部分 那它有一間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去過西雅圖 就是 它其實是那個 Starbucks的發源的第一間咖啡店的起源地這樣 那這間書店它就在那個 第一間 Starbucks的起源地的那個咖啡店的旁邊 對 然後它的名字叫 Left Bank Close 就是左岸書店這樣子 那它當然就是可以想像它的主題就是比較激進 就是左派的 左派主題為主的一個書店 那書店裡面其實就 充滿了紅色跟 跟一些 呃 比較左派 比較前衛的東西這樣子 對 那我覺得很有趣的就是 就是 其實西雅圖的這間 這間Starbucks創始店啊 它就是 絡意不絕的遊客這樣子 然後但是 在它不遠處的書店的上面 就可以看到它就把Starbucks畫個XX這樣 很明確的就是 我覺得它就是一個非常 非常明顯的主張 這兩個 就是這兩個地標我覺得非常的有趣 所以特地 特地放在上面給大家看對照 對 然後到波特蘭的時候 有一間 書店 就是 它叫反媒體書店 然後 其實我蠻喜歡波特蘭這個城市 就是因為它不是一個很大的城市 它其實是比較 呃 新興都市區 然後 有一些在 呃 其實美國 其實人們都會遷移嘛 然後有一些 在波特蘭居住的 現在的 的 居民 他們其實就是從別的城市 因為某些議題 然後被 驅逐掉 驅逐出那個城市 然後他們就到波特蘭來居住 所以很莫名其妙 就是波特蘭雖然是一個很 不是很大的 的一個城市 可是它反而有非常新的思潮這樣 對 是一個我覺得還蠻 蠻特別的一個小 小 一個地方 對 然後那間書店呢 我到的時候其實是已經到下午了 然後 因為那一書店 因為美國書店其實很早就關門 大概五點六點 他們就 不營業了這樣 所以我到的時候 大概四點半吧 然後他就 那主人就走過來跟我講說 我五點關門 五點就要準時給我滾出去這樣 然後我就想 好好好 然後我本來就不以為意啊 我想說應該不會這麼準時吧 然後就我在那裡逛逛逛 逛逛 逛到後來啊 就它書店就是 充滿了各式各樣奇怪的東西啊 例如說它可能會有一些 什麼 性的議題啊 然後 怪異的議題啊 然後它的 除了書之外 它的書店的 你可以看到很多東西都在天上半空中飛 就是它掉了很多東西這樣子 然後它 我就看到左邊這本書啊 它這本書它好像是 呃 當時沙皇 不知道幾世 就是他們 在那個歷史事件裡面啊 全家被槍決的一張珍貴的照片 然後這本書非常珍貴 但是這個 這個老闆很奇妙 因為他又想要 他又又想要 要把它當成鎮店之寶 然後給客人看 告訴他 告訴他的客人說 有這麼珍貴的收藏 可是他又很不甘心 又很怕 這本書被 就是被傷害到 所以他就在書的上面寫一張紙條 他說 如果你敢就是 呃 毀損症衡的一個頁面 在這本書上面的話 我一定會傷害你 我發誓我會 我不會 我完全不會害怕進監獄 他就 就這樣寫在上面 然後所以 那時候我覺得 他說叫我五點鬼 我覺得 他一定 他一定是當真的 所以我覺得他 他四月五十九過 我就趕快衝出那家書店 可是我覺得很有趣的就是 他很 就那個主人就真的很怪 就是整個一昂怪氣的 可是我覺得 很好的是他的書店 可以用這樣的面貌 在這個地方呈現 然後我覺得他 呃 他可以這麼 這麼自在的展現出 他自己的特質 我覺得是 非常好的一件事情這樣 對 然後 呃 到紐約的時候 就有一個 是以 以旅行為主題的書店 叫完美女人書店 那 呃 其實我自己本身沒有特別喜歡 紐約這個城市 因為可能西 可能在舊金山 晃蕩的很習慣嘛 反正舊金山整個就是 充滿了自由的氣氛 然後 然後 到處都是西皮啊 就是他們就是會 西皮 然後希望 愛 就是類似這樣的氣氛 然後就很 很舒服這樣 但是我一到紐約的時候 我其實覺得 可能天氣也有關係吧 我覺得紐約就是一個 灰瀑瀑的地方這樣 然後 呃 所以一開始其實在紐約 晃 晃書店的時候的感覺 跟在舊金山很不一樣 因為舊金山他 他又有好幾個區嘛 那每個區他其實都有 不一樣的特色 什麼 例如西皮區啊 然後 同志區啊 類似這樣子 然後 可是在紐約的時候 我覺得就是 很 整個心情就有了一點轉換 然後 直到我遇到這間書店 然後我覺得這間書店 的 的老闆非常的可愛 就他這個 這個 胖胖的老闆 他非常的可愛 就是我一進去的時候啊 我就看到他一個人 在櫃台那邊 不知道在幹嘛 就很認真的在那裡 謝謝周圍 有正常一點 這個東西 哈哈 哈哈 用酒在 沒辦法喝再喝第二口 裡面呢 罐了兩口 對 然後 啊 還有奶泡欸 對 然後呢 這間書店呢 就是 老闆 我就看到他站在櫃台 不知道在幹嘛 然後就很認真的在那裡 寫東西 然後我反而以為他是一個 嚴肅的人之類 然後就走進去 因為他旁邊 櫃台旁邊那櫃 是放地圖的嘛 然後我就想說 他收藏了這麼多珍稀的地圖 我就想找一個台灣的地圖 在裡面這樣 然後就偷偷的摩蹭過去 然後看他在幹嘛 結果發現老闆其實在玩樹 就是 填字遊戲 你知道報紙上 不是填字遊戲 就很像那個美國老人很愛玩的那種 然後他就很專注的在玩那個填字遊戲 我就瞬間 我就覺得 好可愛的一個人 這樣子 然後 嗯 嗯 那時候就 其實就有 大概有聊天 聊了一下 因為我通常就是會 會 先群群一下 就在書店裡面熟悉一下環境之後 然後才決定要不要跟這個 owner談談這樣 然後如果他是一個 我覺得很可愛的人 我就很想跟他講話 但是如果他是一個 就想要五點就把我趕出去的人 然後 一直都不想跟他講 對 然後 他很可愛就是說 我就跟他說 嗯 但我就跟他談到說 我是從哪邊來的啊 那我現在 我的旅行是以 就是 嗯 書店為主題在看 看 規劃我的旅程這樣 然後他就很開心 就有一種 不知道 我覺得他看起來 比較像是中東的人 就是一種很熱情的那種 心情出現 然後他就 然後後來就 聊到一半 就是他有個客人就進來 他就很 把我就是 他就現保式的說 你知道嗎 這女生就是因為要來 看書店他才來美國的耶 這樣然後我就整個 非常的不好意思 後來他旁邊這個男生啊 就是 一開始看也是一個很嚴肅的人 就是他就一直坐在那個 就是書店一進去的櫃台 櫃台那邊 就整理這些書的東西 結果後來他就 偷偷走到我旁邊 然後拿了一個 拿了三 四張的A4給我 他就跟我說 偷偷跟我說 跟你講 這都是紐約 我收藏很久的 就是書店景點 你要去看 然後我覺得真的是 非常的可愛 因為他自己也是一個 書吃 然後他在這個店已經兩年多了 然後 呃 他不是紐約人 就是也是一個 為了 因為書這件事情 然後想要在這間書店工作 所以我就覺得非常的 非常的可愛 這樣 然後當然我有參考他給我的那些書單 就走了幾個紐約的書店這樣 然後他後面 因為我特地在這個櫃子前面照相啊 是因為 這個是他們 呃 整個書店的鎮店之寶 這一櫃的書 那這一櫃的書 其實他是 呃 很早期的一個 一個出版商 呃 他們 就是他其實是一個人 在旅行的過程當中 他就寫了一本遊記 然後慢慢的 這個人慢慢的走 慢慢的旅行 然後他就寫了一本 兩本三本 就越來越多這樣子 不知道大家出去的話 會不會 找旅行書 如果我們 我比較習慣用的是 Lonely Plan 就是 那一套書 對這個就像是早期的Lonely Plan一樣 可是他是 他自己的旅遊的經驗去寫的 然後呢這個人他 他寫到 後來他的後代也 也用這種旅行的方式去寫這個書 結果 呃 這樣子的一個書籍 因為他的可信度非常高 因為是跟個人經驗有關嘛 後來就 有了其他人 讀了這個書之後 他們也用這樣的方式 用自己的旅行去寫這樣的書 可是他們為了要 就是尊重這個作者 所以他們就把他們的 呃名字 或者是出版社 就是出版人 都把他冠上這個人的名字 所以就莫名其妙 就變成一個套 套書這樣子 然後因為這個人 始終都沒有去過中國跟台灣 所以就沒有中國跟台灣的 這個項目 對 然後這一櫃書啊 他其實後來有發行 可是因為 呃後來是因為 戰爭的關係 這個出版社 印刷廠全部被燒掉了 所以後來 收集到這麼完整的 一整櫃的 的這一套重書的 全世界大概這個是 數一數二的書店這樣子 所以那個老闆就非常得意的 跟我介紹 對 因為其實他的那個 細節有點 我現在沒有辦法講的那麼清楚 但是如果大家有興趣 可以上我的部落格看 因為上面會有明確的標出那個書的那個 那個系列的書名是什麼 你知道 對 那 嗯 剛剛介紹幾個是 以主題性為區分的獨立書店 那 後面我要談的就是一個 比較是以在地性的 的取向為主的一個 的獨立書店的面貌齁 就是我覺得他是比較社區化的取向 對 就是 例如說芝加哥的 這個書叫 這個 這個書店 因為他其實可以看到他附近的環境 就是一個社區 一個小小的社區 那 因為美國其實 呃 在 我覺得美國的聚落 其實他的福源很廣大 所以整個 鄉 城鄉之間的差異其實還蠻大 那 芝加哥這個地方啊 就是 他不是在市區 不是在Downtown的範圍 所以附近就會有一些小城 近郊的小城鎮 那小城鎮裡面 他們的一間書店 就會在 就會在他的整個社區裡面 扮演蠻重要的位置 因為 可能包括這個 選書啊 或者是說 這個書店跟社區居民的關係啊 都會蠻密切 就例如說他可能蠻多會是 例如說可能這個社區 他是以老人多的話 他可能就會有一把多人 比較適合老年人閱讀的種類 然後小朋友的種 小朋友閱讀的種類也還蠻多的 對 對 然後 例如這間 這間書店就是一個典型 然後 在 舊區山的 伯克萊區喔 就是 的這一間 飛馬與潘龍書店 也是 因為他其實是靠近學區 所以他其實他的 書的範圍 我覺得都比較 有 就是可能是 以附近學生 他們會比較有興趣 或涉獵的 選書的走向為主 這樣 然後 像他 我特別選 右邊這一張 就是我覺得他 很有趣的就是 人生的好幾件事情 是 吃飯睡覺跟閱讀 就是他在 後面這邊寫的 對 然後我覺得還 還 在這個書店裡面的個性 就比較年輕化 因為比較多是學習 在那邊 這樣子 對 那當然 在紐約的話 我覺得就是 有一個叫 Book Culture的一個書店 他非常的大 然後 收藏的藏數量非常的多 那他其實就是 在一開始入門的時候 他就會貼嘛 就是他說 嗯 進來這邊消費 其實你就支持了一個 獨立的跟 在地的一個 一個 一個商業的 一個商店 這樣子 就是我剛剛講那個 Book Culture 就是紐約書文化的 裡面的 裡面的一個場景 他其實裡面也都會有設置 幼童區 就是兒童讀物區的一個部分 然後他的書非常的多 然後他們也收購一些二手書 這樣子 就他們有分新書跟二手書啦 就是還 面向還蠻廣的 對 那另外一個走向 就是說 嗯 有一些書店啊 他早期他可能是 嗯 是以營業 營利為 為 其實書店沒有辦法 純粹營利 但是他一開始 大家當然會覺得說 他再怎麼樣 還是一個商業消費行為 那有些書店 他就慢慢轉向 因為 因為像剛剛談到的 有一些書店就 就越來越多 倒掉了點這樣 那怎麼樣繼續生存下去呢 怎麼樣去持續他在整個社區的那個意義呢 就是開始有 例如說 轉向被營利的經營的方式 對 就像在郭特蘭的這個 女性書店喔 他其實 呃 就是一個蠻好的例子 因為他 在 在早期 他們也是 以女性書籍為主 但是後來因為經營 沒有辦法那麼 沒有辦法繼續經營下去 結果後來他們 他們就轉型成為一個 社區裡面的一個空間 那早上我去的時候 其實他就是 就是 雖然他是寫close 但是其實書店裡面都有人 然後我就想說 覺得還蠻奇怪的 因為 因為 還沒有營業 可是裡面有一群人在做瑜伽 就是一個媽媽們在那邊生長這樣 然後覺得 到底是書店還是什麼這樣 然後我就 後來就進去 等他開門的時候 我就進去問 旁邊這個是他的經理這樣 然後他就有 他就跟我講說 其實 現在這個空間啊 主要除了經理之外 其他來幫忙的都是志工這樣子 對 因為他們其實 還是會以女性的這個 女性主義為主 然後他們會開很多的課程 去把他轉成一個比較是 一個社區的教育機構這樣子 然後他的空間也是開放給社區的居民使用 所以他們後面就有一些就是 你看他後面就有個布告欄 就除了排他們書店的一些 每個月他上課的課程之外 然後他也會 大概會安排一下社區 他們所需要使用這個空間的時間表這樣 所以在這個書店 還沒有開始前 他就是一個 一個社區開放式的空間 所以他 他在空間的設計上 就比較 活動式 嗯 一開始我進去的時候 就是像這樣 他就是一個很大的空間 然後 大家就可以在裡面 做一些自由的運用 那 嗯 後來就是 開店的時候 他們就把椅子擺上去 就變成說是一個 可以讀者可以做的 休息的地方 對 就是他們就在 轉變一次空間的利用方法這樣 對 然後同樣的是 女性書店的 在紐約的這個 藍絲襪基進書店 他以前本來就叫藍絲襪書店 後來 後來因為也是同樣的 轉型的方式 他也把他轉型成為一個 社區的 整個社區一起去 共同經營的一個書店 所以他後面就加了一個 基進書店 所以他可能 裡面有在 多一些異體線的東西 然後強化他那個 廢裂的部分這樣 然後當然他書店裡面 他們就會兼營一些 呃... 例如說他可能就會有飲料啊 或者是什麼 就是讀者就可以在裡面 可以喝東西 然後在那邊聚會或幹嘛的這樣 對 對 那這個 舊金山 在舊金山的這個 同一邊界書店也是 他也是一個 比較就是 呃... 無政府組織的那種 就是主張無政府 或者是說 左派的一些 一些想法的一個書店這樣 然後他也是用 用志工的方法去 營運 然後 你看他就 書架就會是 因為還是很多小偷 他就說我們都是志工 所以 呃... 請大家不要偷 因為我們真的是很窮 對 然後 其實我覺得就是一個 一個 認同的方式啊 對 呵呵呵 然後這是老闆 然後他就是 整個就是非常的 就是 就覺得他整個就是一個很激進的人 這樣子 然後 我覺得他 他 我其實沒有跟他講很多話 因為他是 就是他不太喜歡 不太喜歡受訪或幹嘛的 當然我的態度也不會就是 強迫他什麼 但是就是 呃... 就他整個人就很酷啊 就覺得跟這個書店 真的超搭的 對 對 那當然就是 除了這種 呃... 消米的情況之外啊 有些獨立書店 他其實還是有他的條件可以壯大 可是 我覺得比較懷疑的是說 當一個 一個很小重 應該是一個很有特色的 或者是比較小重的獨立書店 壯大之後 他其實還叫做獨立書店 對 然後 在究竟山的 一個 號稱西岸最老的獨立書店 他就叫Fox Inc 那他其實有11家的店 在 在究竟山區 然後 他的書店 其實他 雖然他是 以獨立書店的概念起家 但是 後來他還是有開了很多個分店 這樣子 所以 每一間分店 當然就是 氣氛是不太一樣的 可是 就是 我覺得就是 會 就像我剛剛講的嘛 我不知道他 還能不能堅持那個 獨立書店的那個部分 然後 其實也 進去的時候已經跟一般連鎖店差不多了啦 就是 像店員什麽的 其實也不會特別的跟你討論什麽 就很像 你在 櫃台結帳的時候 他也不會再多跟你說什麽 這樣 然後 這一間也是 他 這個是 號稱全世界最大的主力書店 在波特蘭 他叫 鮑威爾書店 然後 他這個書店啊 其實 更妙的就是他在 整個波特蘭大概 大概有 五家分店 但是他 每一家都超級大的 然後 每一個店他負擔不一樣的主題 就例如說這個店他可能是以什麽 呃 廚藝啊 原藝啊 這些主題為主 那他裡面也會賣一些 除了書之外的東西 就變成比較複合式的一個書店這樣 那其實我覺得 在 在看書店的過程裡面其實 我覺得 就是在 在美國晃蕩的 的路線當中 我其實覺得有 感覺到他們有無所不在的閱讀的氛圍啊 就像 就是在路邊攤 他其實 就是就念攤的話 他就有蠻多這種路邊書店 書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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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成色 然後他們也沒有人去顧 然後你就看他就有個 就是捐款箱一樣的 就25 25分就有一本書這樣 他就隨意的挑選這樣 然後在紐約的 紐約的公園裡面 他們 就有推出一個公園書店的概念 就是他 他把一個區化成 呃 劃分成reading room 就 但是他其實是一個戶外的空間 他就在整個 整個公園裡面的一角 然後他們是 用這種 推車式的 或者說 活動式的陳列方法 然後讓大家可以在裡面 滿自在的閱讀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還滿特別的景觀 就是在 在紐約 對 像他就是 像 他就是會有一個 呃 一個概念的 的推廣 就是reading room的推廣 然後 右邊也是 他會有一櫃是 兒童書之類 可是當然可想而知 他不會那麼 書的種類不會那麼的多啦 但是他就是 我覺得他就是把一個空間 打開 然後跟自然在一起的那種感覺 然後我還滿喜歡的是 在美國的芝加哥路邊 其實也不只芝加哥 最近他也有 他們有一個書籍交換箱 然後我覺得很好的概念就是 你給你拿 然後每個人都可以閱讀 像他上面寫的這樣子 那他其實就是 打開那個 打開那個黃黃的 握把手啊 裡面就會有一些書這樣子 那其實就是 有點像是我們現在飄書的概念 他 但是飄書他可能會有個路線啦 但是他這個是完全就是 隨意的 隨意的拿 然後隨意的給 這樣子 但是不會看到 你不會在裡面看到 就職回收的東西 基本上都是還是 書礦買好的書這樣子 那其實 我覺得 後來走到後來就覺得說 其實 我心裡面其實是帶著一個想法出去 就是說 到底獨立書店能怎麼樣存在 我很想知道這個答案 但是我覺得 當然因為看到後來 又會覺得 比較無力就是 其實面對全球化這樣的浪潮 我覺得獨立書店 因為他的削減是 基本上就是 有一種 武力以回天的感覺 那其實他有幾個 幾個因素 就例如說可能是 在美國的部分 他可能就是超級連鎖書店的 不斷的擴張 還有 嗯 網路書店的發達這樣 那 那 在台灣的話 大家也是知道就是 我們大部分很多時間 會花在 國客來上面買書 我們後來不是又 有一些實體的店面 書的店面已經倒了 然後 轉成 在網路上面發行 那甚至還有 電子書的 這樣的閱讀形式 其實讀者的閱讀形式已經改了 大家對於 閱讀這件事的形式已經改變了 所以其實 嗯 書店要怎麼存活 其實是越來越困難 那另外一個就是 還有綜合型的書店 瓜分到市場 就是說 這個其實比較針對 像 呃 我剛剛談到主題式的書店 例如說 像女性主義書店 或者是說一個 呃 同志的 同志 議題的書店 他們越來越難存活的原因 就是 越來越多的書店 他 因為其實像 當一個浪潮 他開始要推行的時候 一個空間 或者說一個 一個匯集的人們的場域 是很重要的 但是當這個 這個像這樣的社會運動 他已經慢慢被實現的時候 呃 女性主義的問題 不再那麼疾破 或者說越來越多人 接受這個 女性主義的東西的時候 當然其他的書店 他就會在他的書店裡 的櫃裡面 也成列女性主義的 這樣的一個櫃 對 那他可能不是用一整空間 來承載 可是他基本上 讀者要選書的時候 在這邊也選得到 所以變成說 你不會 你想要買女性的相關東西 你不會特地 不一定會特地 跑去女性的書店去買 所以我就稱它是綜合型的書店 它其實就 分散了一部分的市場 那還有另外一個就是 呃 書店的社會意義 已經大於經濟實力的意義了 就是說 呃 其實在 在作為商品交易的 這樣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行為 意義上來說 我們已經很 很 其他的方式都可以取代了啦 但是 我覺得 我覺得書店還是比較扣緊在社會意義的部分 為什麼一個書店空間是 是需要存在的 因為這個空間它可能 除了 除了利益的部分 你除了商品在交易的部分之外 它其實更具有的是聚合的功能 或者說大家可能會在這個空間裡面 交換一些訊息之類的 對 對 那 呃 剛剛那些部分就是 來的